第一期是上十個禮拜 必要是上十個禮拜 第三期 真正第三期是我來這邊出席率最高的 前兩次都是來這邊玩 為什麼是來這邊玩 因為第一次公會辦這個 霸佬的模式不太夠 所以我本期是去做影片 我不是去做貼文 那我又為了想要挑戰自己一下 這個到底冷氣是怎麼玩法 那我現在講一下失敗的經驗 我是十月三十一號到原理 因為我早上都打了兩百八十個 所以我早就有心理準備 第一次一定不會過 所以我連續報一個 以後要報一個要連續報一個 我不要去報一個 因為報一個的話 反正要報一個 你同胞都不會去 這個是我這次報你的經驗 那這次失敗的經驗 因為我是報一個在這一站 第二站沒有報一個 好 那第三站 在原理從此高峰考 他有一個好處 他裡面都是學生 因為我那陣 我那陣 U.A的窗簾 連這個隔離板都沒有 都是U.A的窗簾 那個學生 高者的學生 他都會偷偷跟你講 所以這個是第三站兩次 所以我們有時候到 都是 既然是這麼有緣 能夠在這一期 大家跟同學 第三站 彼此照應一下 好 這個要記住 好 一定要照應一下 好不好 如果能過的話 在這一期過 好 那改天 過的話 不要忘了這幾位老師 還有這幾位助教 那 總共十個禮拜 我們再一次非常熱烈的掌聲 感謝兩位的老師 還有兩位助教 還有我們的高職員的CEO 還有我們工會的 這個 陳薩先生的余琦 好不好 再次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